ivu 來吧 你這樣露你的左臉 嗯 有沒有 這樣為了我 放棄了自己的左臉 呀 好了 我來接受一下錯覺 今天好像這個詞出現的略多 不是 給你別被他們 indicates 呀 嗨 杨 嗨 段宇璇 现在是你生日公演的前前夜的凌晨 前 起那么早 凌晨3点34分 很巧的是今天是冬至 而冬至夜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个夜晚 好吧 也没有很巧 但总之我终于开始正式动笔给你写信了 虽然这封信直到今天还一直在修修改改 因为说真的就是心情有点奇怪 为啥 不知道可以悄悄给你看 为啥奇怪 因为就是其实更早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给你写些什么 脑子里面有很多想说的 又觉得时隔两年的第一封回信 没错 时隔两年 你还欠了几个生日公演 多真的 写到一词求我应该说 如果杨平有一天 算了 不说了 干嘛 等你毕业 然后我出一本那个书 叫做给段奕玄的信 是吧 就觉得时隔两年的第一封回信 应该写的正式一点 再正式一点 在脑子里面不停的杉杉简简 很纠结 我把这一切归结于太久没有这么正式 正式真挚的向你表达情感了 先夸夸你吧 虽然还没有看 哈哈 但是我相信今天所有的节目都一如既往的完成的很好 哎 哎 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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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听群众的声音 好啊 好啊 虽然昨天晚上你还在舞蹈房嘟嘟囔囔的说着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我们排练结束虽然已经很晚了 但你还要继续排练和军姑的节目 恍惚间让我好像回到819公馆的前夜 同样的你 同样的又惯用的可怜兮兮的口气跟人撒娇 甚至等待旁边的人都同样是阎明君 哈哈哈哈 哎 阎明君呢 好 好 他不在 对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了 久到有的时候我看着你看着看着就好像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会觉得仿佛我们在深夜的训练室里 神采意义谈将来的画面都只发生在昨天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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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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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要命的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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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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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一起好像确实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度 当然也会受到更多的非议 开始的开始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些 只是因为想要和你一起 一起去创造更多更好的舞台这样纯粹的心情 所以不知不觉中 在这样未知的但也新鲜的旅程中 成为了肩并肩也唯一的同行者 虽然不全然是因为外界的声音 但不得不否认 随之而来的更多也可能是顾虑和小心翼翼 但是你要问我会后悔吗 我想答案一定是坚定的不后悔啦 这段旅程纵使也有个糟糕的不那么愉快的回忆 但我觉得直到七老八十 我们都变成白话苍苍的老太太 我也时常会从脑子里面翻出来反复观看的 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段话了 大概是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不断选择的结果 我们有幸能够成为朋友 是因为在某个阶段恰好的心意相通 但长久的走下去必然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共同选择 和一次又一次的不谋而合 在漫长的岁月里 以八年前那个深夜的练习式为起点 东去春又来 八个轮回 虽然我们之间有过不理解有过争执 但更多的还是彼此选择信任还有喜欢 会为了对方愿意低头磨合让步 能够在对方面前展露不那么完美 但是真实的自己 这个世界很复杂 有很多复杂的人 复杂的规矩 复杂的心思 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还有在我面前真实存在生活的人 我现在可能不太擅长去进入去描述 生活中那些生动的细枝末节 而你呢 你一如既往 一直拥有细腻的感知能力 和将这些美好细节 具象化的文字表达能力 不过 即使我多不擅长表达 现在我最想对你说的是 即使经历了这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 你依然还在我身边 我们依然还在彼此身边 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好 还有一点 未来的日子我们也不要走散 还有 画重点 以后少吃一点别的人 塞给你的厕所瓜吧 雪雪 怎么 什么呢 怎么 delta 也格 没有打 decided 什么啊 什么啊 熊子 什么啊 没 видите啊 怎么办 谁啊 什么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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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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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n 他们豪 好 aver Moshe 在你作为回答项的问题上,冰冰可从来没有选择过别人哦 做不作为 回答项的问题上,冰冰可从来没有选择过别人哦 你是唯一的必选项哦 写到这里,我看了一下外面,好像天有点萌萌亮了耶 漫长的夜晚要结束了 漫长的夜晚要结束了 我们认识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好啦,不知道还有几次给你这样正式写信息太多了 这个寒冷的冬天,我想祝你能够每天都暖暖和活的平安喜乐,长命百岁 每一天每一年都一如既往的被爱着 未来做一个无拘无束自由的小锻包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爸妈妈以外,知道我最多秘密的人 我的 我的,我的俊友,我的合谋者 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蹦蹦 但是 写的好吧 写的好,但是 但是 没听懂 没听懂 我听懂了 因为其实我,我其实我,我其实我这个,嗯 嗯 就是其实我,其实我自己,嗯 嗯 嗯 所以现在就说,嗯 好的 今天晚上不睡了 他不会,还是要睡的 还是要睡的 那边人慢慢的成长 然后可能 但是,可能 可能偶尔就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小 嗯,那是争执吗 那也不算争执吧 好,你觉得那是吵架 对,我觉得那是吵赞 他说,上次我们吵架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 嗯 嗯 嗯,我就是觉得 反正就是有吵架发生,就肯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 那么就是吵了一下,就不能让他白吵 就是,就是以后大家,就是为了就是,对,就是,呃 呃,什么意思,以后再口袋吵 哦,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啊 笑的呢 哈哈 不是,我的意思是,嗯 一辈子不能够吵同样的架 嗯,好 对,这就是,就是我想要,就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是 我也要做到,你也要做到的事情 好,什么都没听见,听见一辈子了 哈哈 好了 好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对大家 我对大家 嗯 嗯 嗯 我脑子